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我是陈妍玲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协助台湾维持防卫实力 更有众议员呼吁立法将台美两国的代表处升格为大使馆 中中停台的作为可以看出抵制中国的力道也不断增强 因为中国打击民主的力道也不断增加 不只是加控了遗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勾结外国危害国家安全罪 还逮捕了彭博社驻北京的记者 甚至有学者提出接下来要制定涉台国安法 另外今天在52频道已经看不到中天新闻了 蓝营的政治人物高喊新闻自由一四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还要看到近来备受争议的社会住宅 柯问哲频频杠上中央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林玉慧 严玲好 大家平安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湾世代智库执行长陈冠婷 各位观众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陈才能 主持人好 大家平安 好 我先来看到美国参议院 现在是以压倒性的票数84比13 通过2021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 通过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之后 美国时间11号 参议院也以84比13悬殊差距完成表决 其中有几个条款是涉及到美国国会 强力支持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防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这边对美国的国会 表达高度的感谢之意 那但是国防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那我们也会全力来捍卫我们的国家 人住自住 外交部长吴昭泉 趁陪同总统出席活动时信心喊话 这项共识版法案涉及超过 700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预算 其中涉台事项包括国会再次确认 对于台美关系建立在台湾关系法 和六项保证态度 要持续军售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 以及疫情过后建议双方建立医疗伙伴关系 而除了一并保障台湾公民 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公平雇佣外 也确立了今年上半年提出的太平洋威慈倡议 迢迢冲中国而来 主张在印太地区广设足以嚇阻中国的军事设施 像是在夏威夷和帛琉部署防御雷达 或是建立官岛防卫圈 更要求政府对中国的军事发展加强射线 但这回另一个变数 是川普基于推特对大选的影响 已经表明 如果不能终结通讯端正法 让大型科技企业还有机会能规避责任 就要否决法案 消息指出 美国国会也正为此沙盘推演 那一旦退回参众两院就必须以三分之二的票数 再送回川普总统手上 他就一定会生效 美国总统跟国会之间的一些折冲 我们尊重美国内政的运作 按照流程 川普总统将在十天内点头签字或退回法案 适逢美国政权交接期 动向和台海情势更是密不可分 好来看到刚刚讲到这个国防授权法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 再来就是确立太平洋的威责 倡议就是要嚇阻中国的恶行 所以现在请问永宏议员是说 因为刚刚讲到是以大票数 84比13通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法案 那他什么样的象征意义 但是他真的能执行吗 我跟大家先说明一下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制度是参众两院 那他这一次这个 这个台国防授权法 他基本上不管是在参议院还是在众议院 都是以极高的票数 他们叫做supermajority 就是超级多数 什么叫超级多数 就是超过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意思 如果说总统否决了这个 veto这个案子 否决这案子 他们三分之二是可以 当然这个是下一个程序 但我要讲就是说 这样子超级多数展现什么 就表示说国会是一致的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半一半的话 大家还说这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表示美国国会是一致的支持 那这个国防授权法案有什么意义 这非常的重要 他其实把之前我们在讨论过 这个六大保证 再做一次更明确的法理化的确认 就是说把它legalize 让它入法就对了 因为过去六大保证是什么 六大保证其实是在美国 雷根那时候要签817公报 跟中国要签817公报的时候 他向蒋经国保证说 他们不会牺牲掉台湾 但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提到 只有说这个军售是指针对的是什么 防卫性就防卫的必要 但是这个必要到什么时候呢 是由美国决定的 就说台湾关系法是美国人订的 那是因为因应了他跟大陆建交 然后因应三个公报等等的 然后他对台湾要有所保障 所以他要把它一个法律化 所以一个台湾关系法 那台湾关系法里面又有讲到说 要提供必要的这个防卫性的武器 但是这个必要是什么 是美国认定不是我们认定 所以我坦白讲 在这个川普的任期快结束的时候 他公布这六项保证 把它解密 其实坦白讲是对台湾是一个 很有善的做法 然后这个时候呢 美国参众两院 就美国的国会有志一同的 都把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 尤其是1260条这里面 基本上就把这个六大保证 法律化 条文化 那这条文化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未来很清楚的就是对台的这个军售 不会再因为你的不同的总统的影响 好比说坦白讲以前 柯林顿对台湾就不是很有善 包括欧巴马时期 就是对中国太信任 所以过去的军售 其实有一些限制 那所以这个等于是美国 对台湾一个很明确的法律的保障 那这保障 我觉得这个在国内来讲 是应该非常重视 因为坦白讲很多是这样 很多人都说你不要 就是你看因为川普 他如果下台了以后怎么办 现在告诉你 美国国会告诉你 即便换了一个总统 但是美国国会 对于保障台湾的决心 是没有改变的 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是说 这个未来军售 如果能够维持稳定的话 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海的安全 才有保障 否则我们看 光是看12月 我们今年以来几乎每天 几乎每天 都有共居飞到我们西南的 那个航空识别区 来老台所以我就说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这个坦白讲对于台湾来说 是一打一剂强心针 那比较遗憾是说 我们的国会里面就有立委 国民党的立委 他就提案要删除 我们的一些军购的预算 当然包括冻结跟删除 大概50多亿 冻结了28亿 删除了23.6亿 那冻结跟删除 包括哪些 包括我们潜见国造的预算 包括我们F16AB机型的 这个提升的预算 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高轿机的预算 以及包括我们飞弹车的预算 那坦白讲这些都是跟 我们要把我们的武器 装备跟防御能力的升级 也包括说跟对美 这个对外军售的一些 必要的这个支出 那当然国会去监督行政部门 是有其道理的 只是说这件事情要慎重 为什么 因为在于中国对台湾 不断的用这种骚扰的方式 无论是实体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军机的预算 或者是虚拟数位的 这个不断的对于台湾 这个网路的攻击 我想在这个时候 不能传递错误的讯息 给国际认为说 美国说我现在我们愿意 而且把它法制化 要来支援台湾 那你台湾好像有不同的声音 似乎是跟北京站在一起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讯息 出去给国际上看到 非常的不妥当 尤其是现在中国 他的手 已经完全把香港彻底的赤化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要让国际上看到我们 美国展现了决心 那我们台湾的决心在哪里 这是我们需要表现出来的 好 刚刚就像永宏议员提到说 在美国现在挺台抗中之际 蓝英立委居居然是提案 包括冻结又删除国防预算 而且比例还很高 那包括说党主席蒋启成 他也提案说要冻结 外交部推动加入CPTPP的预算 总统蔡英文今天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我们先听一下 国防对台湾的安全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而国防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捍卫自己的国家 捍卫自己的安全的一个决心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我也希望 就是说我们的立委 在行事支圈的时候 也要顾及到我们台湾的安全的需求 跟防卫的需求 那近几天来 我们看到了 被删除的或者被冻结预算的几个项目 都是未来5年到10年 台湾国防战略关键中的关键 比如说潜舰 高轿机 F16升级 飞弹车等等 那特别是潜舰国照 跟国舰国照 它已经是拖延了数十年的这些计划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拖延 所以 我同样的也是很担心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 大幅度的删除 这些关键的防卫的力量的投资 那会造成国际间 对我们产生一种误解说 我们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 那么国防跟台湾的安全 讲究的是自助 人助 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下决心 要做好我们自己防卫的工作 我们又怎么能期待 国际社会给我们最大的帮忙 好 可以看到蔡英文 今天的谈话 除了是针对这个刚刚讲到 蒋启臣冻结加入CPTPP的预算 这个部分 他说 希望说不要因为这样子 造成外界质疑 我们要加入CPTPP的决心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刚刚讲到 国防部预算的部分 蔡英文也说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下决心 做好防卫的工作的话 怎么能期待国际社会 给我们帮助呢 另外还有针对最近外界 比较关注的议题 包括说中天下架 还有这个驳斥 他也驳斥了 跟苏贞昌有心结这样的谣言 这是总统今天的谈话 那我们要讲回来 这个外交国防的部分 先请问贯婷 像总统讲的这些 如果说我们自己 蓝英的立委都冻结预算 甚至删除 而且比例还很高的话 是不是真的会让国际误解说 我们自己 好像起了内讧的感觉 主持人提出来的 这个观点非常好 其实在跟各个不同的智库 在美国的智库 在交流的时候 他们常常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们希望台湾的国防自主 国防安全 能够不要成为美国的负债 而是成为美国在台平洋的 印太的伙伴 那你要成为伙伴 你要增加我们的这个 抵消能力的话 你当然就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在国防安全上面的议题 那包含不对称的 这个作战的方式 我们这些都是需要 大笔的资金跟人才的投资 因此这一次的这个冻结 二十多亿的预算 其实是对台湾国防安全 在短期中期长期 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这一点当然是 希望未来这个 蓝颖的国会议员 要清楚地解释说 为什么他们有这一个冻结 他们冻结的 标的物的原因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希望 透过这样朝野的 有共同的愿景之下 那未来当然是可以 提出一个更好的方式 解决这个现在的困境 因为接下来 在拜登担任总统之后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美国会对他传统的盟友 会花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心力 这也是台湾的黄金时期 黄金时期就是说 我们除了在产业上面 包含台积电等 在干净的这个5G 5G的基础建设之下 我们已经有非常 非常在走在非常前面了 而且我们是可能 未来的美国重要的伙伴 在经济产业之下 我们在安全的议题 可以这样子前进的话 那为什么不能在国防 自我防卫能力下 能够有相应的前进的方法呢 所以我还是希望呼吁 就是国民党的江主席 必须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对中国国民党也好 或者是对台湾也好 他们持续这样子 对这种单纯的 为杯葛而杯葛 对未来国民党的发展 是好事吗 那又如何能够说服 台湾的民众说 国民党作为一个在野党 他是为台湾想的 国民党作为一个 未来想要执政的政党 他必须要担负起 这个国防的责任 那过去在潜艇的部分 其实我们 我记得是高中大学时代 其实在党这一个国防预算 六年六千亿 六千六百亿 这个到潜舰这些 我们在一而再再而三 看到这样类似的 这种杯葛的部分 那当然希望说 国防这不是一个政党而已 也不是只有民进党 在专注这件事情而已 我相信国民党也有很多 国家安全在专注在国家安全 议题上面的立法委员 大家一起坐下来 把这个问题 不要在美参与通过 国防授权法案 是我们历史许多的契机之下 然后放弃这个 让台湾能够签进的机会 其实有台法案 最近这四五年 通过其实通过太多了 我们包含这个主权 像立法台湾奖学金法案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 每一件事情的累积 都是在台湾展现自己的软实力 锐实力的一个部分 那国民党如果要冻结的话 也可以提出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说你除了要冻结之外 你要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能够加强台湾的国防能力 你要提出一个解释方式 不能够只为了杯葛 然后没有提出另外一个方案 这样是非常可惜的 总而来总之 就是说共军对台的虎视单单 已经是不是一年两年事情 但是长期持续的威胁 如果在安全问题下 执政党在野党不能够坐下 其心合意在想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如果最大的在野党 每次在遇到安全问题的时候 都提出让台湾人民 担心的这个做法的话 那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受限 所以这是作为一个公民 我们建议中国国民党必须要 彻彻底底检讨的一个部分 好 因为其实美国挺台的部分 不只是说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 我们切回原本另外一张CG 要来看到的是说 还有美国的众议员 他也像这个众议员佩里 共和党的众议员佩里 他就呼吁说 台湾的代表处应该要升格为大使馆 那使用大使来称呼 我们的驻美代表萧美琴 那我们的AIT这个 也应该要升格为大使馆 变成一个双方这样互相的关系 所以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友台的行径之下 要请问才能哥 国民党最近的一起 一连串行为包括说 这个刚刚讲的冻结预算 那或是说 之前AIT邀约吃饭 最后也没有去 难怪被人家觉得说 好像在扯台湾的后腿 有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其实两千年 政党论退后 国民党对台湾的安全 其实已经拖延20年了 第一个当时两千年到两千港年 民党出政时 马营救党军事军够六十九倍 两千空八年到两千一六年 外交修兵 军事修兵 所以我们现在的青岗 我们这两只青岗而已 这两只青岗已经用二十几年了 这两只青岗 不是说他站在中国那边 但是既然他没有站在台湾这边 第一点 第二点 美国在AIT也好 这个要成立叫做台塞冠 那其实现在那不是重点 但是他们有这个动作代表说 未来美国在对西太平洋 对台湾的外交 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因为你变成台塞冠就是要建高 要建高就是 因为川普站起来之后 所有对台湾的政策 这都证明一点就是说 第一个原本的三个公部已经没效了 不管是建高公部 是好像维持他们的外交关系 上海公部也没意思 他又维持到战略模糊 就是说他同样没声令 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蓬佩奧说得很清楚 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军数部分 就是817公报 817公报 美国的AIT在去年的8月30日 由AIT公布六项保证 那就是刚才英文说的 现在我们还回到刚才 现在在12月起到中年同贵2021 国防复生法 在12月11月通贵 参与通贵 就是参与2月在12月取材 他们就形成一个共识 三分之一的共识 就是要统贵2021 就是NDAAFY21的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刚才英宏有说 不是刚才那个书雷雲有说 他代表着说不管是总统是谁 现在美国的一个红颤 就是台湾关系法 还有六项保证 这两项 但是你刚才主持人说的 是什么国民党 我们退一万步 就说你好像脱押 副英文政府 你好像脱押民进党政府 但是我们就 你这么要脱押台湾吗 马英九你这么要脱押台湾 你做个总统 就算我都不记得 不记得过去你做总统 或是你做国民党主席时 你当台湾的这个军事 这个武器的押押 十九月我都不记得 但是现在 中国在两清一九年开始 习近平去说一国两座台湾红颜 开始 他天顶 他海面 还包括国内 包括媒体 中天的事情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 他在外面对台湾的行准 参行为了 我们都 国民党 你完全都没站在台湾的立场吗 这是我们台湾人要去想问题 说 假设我都理会 你都中了 但是你中的情形 到底对台湾人有什么好处吗 就是情怀主义员 他做那个议员 做那个立委 我就要问 说你受同意国民党 把台湾的安全 放在那 纯粹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如果这样的时候都不用说了 如果这样的时候 说实在台湾人也看清楚了 还要去期待国民党 你未来国民党 会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好 第三点 我们回报说 这个整个世太平洋 的这个安全部分 我经常在这部中 说台湾的问题 不是台湾人的问题 台湾的利益是美国国家的利益 台湾的利益是世界和平的利益 怎么说 我们在台湾的天气来看 像在北平的日本 台湾跟整个南海 所以说 所以世太平洋就是东海问题 台湾海贴问题 又南海问题 较出台湾 如果变成中国一部分 就是台湾海贴的问题 变成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是美国问题的时候 大家想看看 日本的金典幕 美国的金典幕 对于说 过去197年在台湾 美国要去 国会制定台湾 关于我的目标 要维持世太平洋的安全 好平 稳定 这个美国利益的基礎 完全都没去 所以 为什么美国国会 参照两个 会用 绝对投资 三分之一的票数 通过 离空离印尼 国防守官法的目标 不是为了台湾 是为了美国 是为了美国 所以台湾人要很清楚 所以 我们刚才有很多观众说的 我们现在台湾人要回头回来想 我们现在民主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 是我们国来的中国因素 这个中国因素分出两个 这个是中国国民党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 派在台湾的 不管是媒体台理 还是政治台理 还是核出界 那是我们最大的危机 所以美国参照的关系 不管是不是有成作 成作第一关系的规则 是不是这个建构 那个部分我认为 不太重要 现阶段 但是最重要是 我们台湾人要清楚 我们的处境 我们的飞行 是在国来 不是在国外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台湾的敌人 这要说了 但是 他在我们台湾藏的敌人 这是我们最主要 第一阶段 要去消费的敌人 好 再问到惠珠姐是说 因为针对这些预算的部分 当然江启臣 完全没有做解释 认为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监督 但是因为这个比例的关系 这个像马文君50亿 那江启臣 他可能冻结500 冻结了三分之一 那他删除了三分之一 但是被人家认为说 那这是一个合理的监督吗 好 我请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这个提案 这是民进党的立委 包括罗志正 还有这个林长佐 他是五党籍 还有这个王定宇 以及赵天霖 他们共同提案 大家请看一下 这个提案是他们共同提案 冻结浅建国造10% 10亿的预算 换句话说审查预算 不分朝野各党都可以提案 因为如果你觉得 他预算编列的不合理 执行的有问题 你就可以提出冻结 所以刚刚大家讨论到 国民党的立委 冻结国防预算 但是为什么不去讨论民进党 这么多的民进党在 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他们共同提出来 冻结10亿浅建国造的预算 这个部分呢 罗志正委员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他为什么提议 冻结10亿呢 是因为这笔预算 到了今年的8月 在其中的81项 主要的这个装备当中 有34项 将近一半 海军并没有拿到外国的许可 换句话说 你连这个输出的许可 都没有拿到 你怎么去编预算 所以呢 他要求这个 我们相关的单位 要尽快拿到输出许可 向立法院报告后 使得动支这个10% 冻结的预算 我举这个民进党立委 都是民进党立委 而且重量级啊 罗志正啊 王定宇啊 赵天林啊 还有林长佐 他们如果冻结预算 大家觉得合理 那为什么国民党冻结预算 大家就觉得不合理 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 我们现场有台中的议员 有台北的议员 我们最近大家都在审预算 不管你是执政党 或者在野党 你审查预算 你就相对的要站在一个 严格监督的角色 基于林基预算的精神 是否有腐烂 是否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 你超前编列 根本还无法执行 你去编列 我们要去提案删减 或者冻结 这是一个基本态度 我要请大家注意就是说 美国的国会也好 台湾的各级议会也好 审查预算 如果说辅惠一家 完全不删减 有时候会被人家骂 说你们这些议员 好像都是橡皮涂章 你没有为人民勘紧荷包 所以我们要很严谨的去监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冻结预算跟删减不一样 删减是我把它删除了 那冻结就是说 我不是不给你钱 而是你在执行有问题 或者时间 骑程有问题 我暂时冻结 这是冻结的部分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都提出来冻结 第三个就是说 现在委员会的提案 其实不是最终版的 因为委员会大家要的提案之后 还要经过委员会的表决 不是说我提个案就通过了 可能要把这些提案送上去之后 经过所有委员会 包括国民党 民进党 五党籍表决之后 才做成委员会最终的一个 审查预算的结论 委员会审完了 还要经过朝野协商 还要送到大会 然后再去讨论 所以我请大家理性的看待 就是审查预算的过程中 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 他的表现不是说 这个国民党提案 就叫做我们忽视国防预算 民进党提案就叫做理性的监督 双重标准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看到国防部 他这些预算也好 外交部的预算也好 有的委员提案要冻结 有的要删除 那每一个提案 都有很清楚的提案说明 理由要写得很清楚 然后有签名 所以他就算是删除一千块 或者是一千五百万 他都要详实的说明理由 这个理由如果足以说服大家 就像罗智政讲的 我觉得罗智政有说服到我 我不知道罗智政有没有说服到 各位民进党的支持者 那如果是说服到大家的话 应该我们去给他们拍拍手 就是说国防部或者相关单位 他们在预算的编列上 执行上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修正 需要做一些监督就像以这个 罗智政冻结了十亿很大一笔钱 国民党可能有的在这个浅见国造中 他提出来的冻结的比例 还比罗智政林常佐 赵天林跟王定领他们提出来还低 各位想想看81项主要的这个装备 34项连输出许可都没有拿到 你怎么样子去执行这笔预算 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我们请大家理性的看待 也请各位理性的去讨论 否则的话基于党派的意识形态 国民党冻结就喊打喊傻 喊打喊杀 民进党冻结就拍手叫好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好那大家请预论的是说 因为像民进党这边 像罗智政他们当然也解释说 比例不太一样 因为马文君冻结的是50亿 他认为说这个比例不一样 那他的目的就是不一样 你的看法 马文君不是这个手范 他可以说是惯范 而且是常范 这等一下我再来做说明 我先讲刚才秦议员所提到的罗智政委员 还有国民党最近为了要 米平外界对他们的攻击 拖了很多的这个绿营的立委出来 我相信在座有这些民意代表 你们应该像刚才秦议员也讲到 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当然应该要帮所有的民众要来把关 要因为所有的这些预算都是民众的民脂民膏 那我就问国民党 你们前一阵子在那边丢地盘来 在把立法院搞成那个样子的时候 你们钱为什么没有想到说那是民脂民膏 为什么当国家花了预算要去做清理 甚至要换地毯的时候 为什么国民党不赔 这个当然是题外话 那我讲这个不用扯多的 罗智政他是在上一个会期的时候 他针对的确国防预算当中他去冻结 立法委员或者是议员要冻结预算 是他的目的 是要行政单位赔平比较安 告诉你说 不是说执政党的这个委员也好 议员也好 就会放你行政单位过关 如果说有任何你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说明的地方 当然要求 因为这是作为一个民意代表的天职 所以罗智政委员也好 赵天龄也好还有其他这些委员 Freddie他们都好 他们当时是因为 那个时候美国要改选 到今天为止 我们刚才谈到了那个国防授权法 是因为今天所有的 美国的国会议员才就职 现在美国的国会才正式的 新的这个会期开始 之前还没有送到议会 所以当然红区的那些 还没有经过国会的一个通过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他们会去冻结预算 冻结预算是要求行政单位 一定要赔平比较安 好那国民党的冻结预算 跟这些委员所提出来 冻结预算有什么不一样 国民党是全数冻结 或者是大比例的一个冻结 他的目的在哪里 不是监督政府 他的目的就是 不需要让你做 要把你弄好操 他就是要让台湾困在那里 他要让台湾寸步难行 要让台湾人在面对中国 今天是12月12号 各位知道吗 解放军从12月到现在 来过11次 也就是说几乎天天来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国防也好 台湾的外交也好 我们不靠自己 全世界你觉得谁要来帮忙我们 就算别人帮忙我们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 所以这是预算上面 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好讲回马文君 我说他是惯犯 他在2009年的1月7号的时候 有一天那时候立法院在开会 那一天正好 这个柯建民总招 他正好身体不舒服 所以他就回去休息 那一天他正好把握这个机会 他一口气砍了国防预算 砍多少 砍不多了 砍75.1亿元 那他砍这个全部都是浅见的预算 他当时有几个理由 这个是资深记者曾伟珍 他在他的脸书上 我看到我把它转述 他说他砍了75.1亿元 他说第一个你细部设计图都还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 已经要编列预算给你呢 我想请问马文君 你不是第一届做委员 你不知道浅见进入到细部 已经是要组装了 已经是要进行 因为之前有规划 然后有合约 所以这个已经是进入到 所有浅见的这个设计当中的 第四个阶段 所以已经要进行组装了 所以已经要进行组装了 难道还不需要编列预算吗 所以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 你还在那边扯后腿 这是第一件事 他还讲第二件事 他说台湾需要浅见 早就是十几二十年的事了 台湾在2001年的时候 美国要卖台湾八艘浅见 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 被马英九 他用台湾不需要 那种攻击性的武器 这是国民党的马英九当时干的 所以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浅见 那所以马文君在2019年的时候 他说这个我们要浅见 2020年可能就会有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编列预算 所以他在19年的时候 砍掉75.1亿的预算 然后他第三点 他说浅见要给台湾做 台湾一家公司资本额才30亿 一定做不来 可是你今天看到 台湾也好 中信也好 昨天蔡英文总统 他去直评的 包括了安平舰 包括了成功舰 这两艘都是由国舰国造 因为国舰国造之后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船舰 可以在国内创造更多的 这个就业机会 这些都是国民党 从来没想过 不愿意想 砍预算不是不可以 冻结预算 如果是你为台湾好 真心为台湾好 为民众把关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都应该感谢 但是如果你起心动念 你砍预算是为了中共好 是想要帮中共 不管说这个台湾 尽量不要发展武器 最好不要发展武器 台湾那边 只要发展武器的话 不发展武器的话 中国打过来 台湾就躺在那边 就等死就算了 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 国民党你不觉得 你们自己很可悲吗 所以刚讲到 这个中国干扰台湾的力道 是有增无鉴 不管是军机还是军舰 都拼拼侵扰台湾 就是要大打消耗战 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军舰甲板突然出现浓浓烟雾 视频朝海面开火 做出反制 中国解放军 释出海军操演影片 就是这些中国军舰 近来频频骚扰我国海域 国防部长延德发日前指出 中国除了军机频频冲入 我国防空识别区 今年以来到现在 军舰老台也有一千多次 我方军舰油料 因此增加两千多加轮 费用多出近三十万 维护费更增加十多亿 前线军官压力可想可知 他老台其实我们都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规定 都能做一个适切的应处 并会做个弹性的调整 他的主要目标是美国海军 因为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蓝水海军 然后建立一个区域的海军强权 学者分析中国舰值美国 希望突破地域岛链封锁 势必会加大对台施压 检视两国主力军舰 台湾基德舰最高速度每小时61公里 配有声纳和搜索雷达 可挂载鱼叉反舰飞弹 和阿斯洛克反潜飞弹 中国的动物物型飞弹驱逐舰 速度每小时56公里 挂载130毫米舰炮 和近程防空飞弹等武器 尽管动物和武器都优于我国 但学者并不担心 其实不用在这个数量 或者是船舰大小上面 跟那个中国海军相对比 那因为那个一方面 我们是维护我们自己的 那个海疆的安全 那应付可能的那个进犯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近年强调这个不退胜舰军 包括最近的军售 还加上国产的这个 岸基的这个反舰飞弹 那加上这个空中的这个反舰兵力 那结合多重的方式 那这个其实也对这个 中国那个水面舰 也是一种威胁 面对中国武力威胁 台湾不会被公屈膝 而是透过对美军构 基建国造的方式 强化自身实力 捍卫国土主权 好刚刚看到中国是海空两路 来打压台湾 那台湾这样打一个消耗战的结果 就是台湾 金国号呢 因为驱离共机 共机只要来 我们就必须要升空来 去给它监控 那空军呢 要急编7000多万的预算来维护 因为不只说是零组舰耗损 包括说连跑道的标线都磨光了 这样大打烧战要请问永宏哥是说 我们也是只能这样子来 跟中国做一个对抗的动作 这个对抗是势必的 坦白讲 就是说所有面对武力的威胁 你只有用一种威胁的方式 就是说你如果出去我也会还手 不然你大概就是等着挨打而已 所以事实上我们其实常在讨论这个 回到以前在讲二次大战的时候 我们最常讨论就是说 当初如果最开始的时候 国际间不是用衰竞对待希特勒的话 也许二次大战就不会发生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习近平就像一个崛起中的希特勒 他想要当皇帝 他想要载制整个亚洲 载制世界 建制美国 那这个时候 很自然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因应作为 所以大家开车都知道 你车子开10公里 跟每天开30公里是不一样 同样的道理 又要加油 轮胎要破损 然后零件要换 连我们的飞机跑道都要去整理 包括我们的这个军舰 所以坦白讲 现在我觉得这个时刻 在全球 明年都是会 国防预算会增加 都是因为针对中国 包括日本 那美国其实除了军售这件事情 包括情报 他也要开始跟台湾分享 所以我想这是个关键的时刻 那我们的花费势必会增加 我们要这样心理的准备 我们不要千万不要想说 花这个钱 不如都不要花 不要花这些钱 那我们就等着被吞并的那一天 好 所以中国除了用这样子 武嚇台湾之外 其实文工也没有少 因为进来就有调查局 就查到说 有中国的这个网军 假借台湾的调查局 发假消息 意图想要指控说 台湾跟美国联手 要介入泰国的大选 对不对 玉慧 我先 这个问题回答之前 我先补充一下 刚才永宏所说的 因为今天其实美军 公布了一张照片 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美国跟日本跟澳洲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联合演习 然后你在美国的军舰上面 你看到了一张地图 那张地图上面呢 是有显示日本跟台海 也就是说在台湾的地图 然后美军跟这个日本跟澳洲 然后他们的这个船舰 整个部署的一个状况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也告诉全世界甚至于告诉中国什么 就是现在大家都站在 你中国的对立面 大家站在跟台湾站同牌 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的敌人 我觉得这点已经是非常清楚 再来回应刚才主持人 所提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这一些的中国网军 现在竟然伪造台湾的公文 这公文书是他们第一次伪造吗 不是 他们之前也曾经伪造过 行政院的公文 这一次是更扯了 伪造调查局的公文 然后建议总统府 那里面都有人名 甚至于说这个是公文 是由谁发的 要发给谁 然后讲了这个 主旨讲了一大堆 说是因为现在 网络上面的这个 大家的讯息传播很密切 所以我们要来帮忙 帮忙什么 跟美国一起到泰国去 对泰国的学运 我们要在网络上面帮忙 这个是完全假的讯息 这个假的讯息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第一个是 台湾一定会有一些 脑子可能一下子不清楚 就觉得说 哇我们竟然去参与别国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介入他国 这样不好不好 那国际上面万一也有 这样子一个想法的话 这对台湾的国际形象 是非常不好的 二是 如果说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去扰乱了台湾 我们内部对内的认知空间 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样的是台湾的公文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不过回过头来 中国就是这样 中国我就打不赢你 我就模仿你 你可以看到他们这次 像泰国前一阵子 跟泰国的网军 在网络上面吵架 结果吵输了人家 所以现在他们干脆 就模仿网军 在网络上面来进攻 然后你的东西就是名牌 我卖不过你 我就去仿冒你 这是中国人非常坏的习惯 然后我要讲 这个是第一个 它是仿冒公文的部分 第二个是用台湾人 然后到中国受训 接受什么训练 接受水军 也就是网络攻击的训练 回到台湾来散布假讯息 散布假讯息 这个公文又是另外一个事件 他们散布假讯息 是散布 包括了武汉肺炎 然后包括了台湾 这个国内政情动荡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有的没有的这些假讯息 这些都是由中国 这些很糟糕的是 台湾人竟然到中国去受训 然后到台湾 这个成立一个地坝的台湾支部 然后来控制台湾内部的网路来带风向 我觉得这个就变成说 台湾我们刚才除了有这种硬实力 就是这个中国的包括飞机船舰 不停的来骚扰我们 还有一种就是软实力 他们在网路的空间 在我们的认知空间 在新闻上面 在网路上面 分分秒秒的在渗透大家 唯一能够做到 就是台湾人要团结 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是我们的敌人 今天不站在台湾的立场 不维护台湾人的权益 不为台湾人说话的 这就是台湾人的敌人 在2020年 我们距离2021年 时间没有剩下多少天 我们要一起共同 大家度过这个非常艰困的2020年 唯有团结 台湾人要团结 所以刚刚讲到说 中国不只是用假消息 来伤害台湾 那现在甚至有学者提出 要制定涉台的国安法 也就是模仿港区的国安法 那今天呢 一传媒的创办人李志一 他也开庭了 因为他被加控说是 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讨论